那目前主流的三個熔乳果凍自放的位置 因為它墊了一個胸肌在下面 所以你會好像摸到所謂的 胸肌奶的感覺 果凍會跟著跳動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也是純胸大肌下熔乳 現在逐漸被大家捨棄的一個原因 因為過去大家很擔心這個熔乳的外型 被大家發現 所以想要把它藏在很深很深很深 完全沒有這個果凍的痕跡 一心一意造就你的美麗 大家好,我是黃育豪,好醫生 繼上一集黃醫師開了一整集 跟大家詳細說明熔乳手術的 眾多切口的優缺點之後 還有一個問題是常常在諮詢的診間 會詢問到的 就是果凍的一個甲體層次 有聽說有所謂的半筋半肉層 也有所謂的筋膜下層 還有所謂的肌肉下層 這麼多層次我應該怎麼選呢? 今天黃醫師就一集 來跟大家詳細說明 熔乳手術的甲體層次 應該怎麼選擇喔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目前主流的三個 熔乳果凍自放的位置 第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胸大肌下熔乳 那我們就把這個果凍 放在胸大肌下面的位置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半筋半肉 我們除了把它自放在胸大肌以下 我們也把這個胸大肌做切斷 上方肌肉下方是這個筋膜層 第三個呢 主流的位置是放在這個 胸大肌以上的筋膜下層 那這三個位置呢 其實是目前我們果凍熔乳的 一個三個自放的一個主流 那黃醫師一一的來說明給大家聽 那第一個層次介紹的是 就是所謂的胸大肌下熔乳 就是把這個果凍完全自放在這個胸大肌下 那其實這是最早期我們藏在 自放熔乳的一個位置 因為過去呢 大家很擔心這個熔乳的外型被大家發現 所以想要把它藏在很深很深很深 完全沒有這個果凍的痕跡 但是我們發現呢 把果凍放在純胸大肌下有幾個重要的缺點 第一呢 它本身的手感相對來的差 因為呢 它墊了一個胸肌在下面 所以你會好像摸到所謂的 胸肌奶的感覺 就覺得胸肌鼓起來 但是很硬 都動不太了的一個感覺 第二個呢 我們最擔心的是 它產生所謂的 Animation Deformity 動態機型 原因呢 就是你很有可能因為這樣子的舉手 而且其實拉襯的時候 我們會產生一個胸大肌奶 就是說這個果凍會跟著跳動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也是純胸大肌下熔乳 現在逐漸被大家捨棄的一個原因 那當然純胸大肌下熔乳 偶爾的場合還是會去適用 就是我們在乳房充建 當你在胸大肌前的 前的 的組織全部被切除的時候 你會很希望你的果凍有一個完整的保護 你可能還是會選擇把它自放在 純胸大肌下 但是呢 它通常以目前的概念來看 它沒有那麼的美觀 而且沒有那麼自然的一個垂垂感 所以這個在現在是比較少在使用的一個層次 那接下來 黃醫師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目前主流的第二個層次叫做 所謂的 雙平面熔乳 也叫做所謂的 半筋半肉熔乳 那為什麼有這個層次的產生呢 就要提到 剛剛講的這個胸大肌熔乳呢 它其實會造成所謂的 動態變化 動態的機型 第二個部分會產生所謂的 胸肌奶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枕外的醫師就很聰明 他特別去想說 那我喜歡它在比較深層 但是我希望它有自然的一個垂垂感 那我是不是就把 下方的胸大肌去把它做部分的切斷 切除到一個好的位置 那就可以有中和兩項的好處 就衍生了出所謂的半筋半肉熔乳 那這半筋半肉呢 不是我們在吃牛排的半筋半肉 最主要來自一個重點 我們的果凍還是主要自放在我們這個胸肌下沉 但是呢 我們會把下方的胸大肌切斷 下方的果凍就接觸在我們的乳房筋膜下 上方的果凍還在完全的胸肌下 所以呢 這就導致呢 這樣子一個熔乳層次 它比較叫做 半筋半肉的一個層次 就帶有所謂的這個 上胸的一個順暢感跟飽滿感 那下胸呢 又避免所謂的胸肌造成的牽扯 所以呢 這樣子的半筋半肉的層次 也是目前很多醫師 在偏瘦身型的女生 很主流使用的一個層次喔 但也因為呢 其實我們的半筋半肉層的一個乳溝 在上方的胸大肌沾黏的地方比較接近 所以有的時候假定 你在上方呢 還是有肌肉層的保護 這個時候半筋半肉層所創造的乳溝 會稍微比較開一點點 那這個也要透過醫師的小技巧 特別去在這個乳溝的部分 把它特別做一個離斷 才可以創造更好 更自然 可靠近的一個乳溝喔 第三個要去講的一個層次 叫做 那這個也是呢 目前黃醫師很喜歡使用的一個層次 原因呢 在黃醫師的概念裡面呢 其實沒有必要的東西 我們不要去把它多做破壞 所以你今天先天性的條件 假定還不錯的一個女生 黃醫師會特別在胸部有做一個平衡的標準 就是當你的上胸捏起來 組織的厚度有超過2.5公分以上 我認為其實包覆的程度就已經足夠 那他並不需要太特別去切斷一個胸大肌 去犧牲一個胸大肌 為了你上胸的厚度 那特別這個筋膜下熔乳有很多的一個好處 就是他對我們組織有最少的一個破壞 所以呢 其實黃醫師做的熔乳很多客人都說 手術後不太疼痛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們都完全走在胸大肌層以上 單純在這個筋膜下層而已 他可以對你的組織有最少的破壞 你根本就不需要去切斷任何的胸大肌 所以你術後好像就是覺得胸部髒髒的 還可以嘗嘗它 開完刀之後還走來走去 開心笑命運的回家 這個也是主要的優勢 第二個黃醫師喜歡筋膜下熔乳 還有一個主要的重點就是說 在你條件合格之下 其實做筋膜下熔乳是 推緊乳溝相當不錯的一個層次 原因呢 他不會受到我們內側胸骨的胸大肌限制 他單純放在筋膜下 因為你沒有切斷這個肌肉 筋膜下可以輕輕一推 他就可以讓你的乳溝很輕易的去做靠近 而且也可以很容易去呈現所謂的 一字溝的一個情形 所以在條件好的客人之下 黃醫師還是會優先建議你做 所謂的這個筋膜下熔乳 那所謂的條件好就是什麼 皮膚本身的彈性還有組織的厚度 有一定的厚度 那我就會優先推薦你做這個層次 但是如果你真的 皮膚太單薄啊 很瘦、骨瘦如柴 整體的皮膚厚度非常非常的薄 此時呢 黃醫師還是會建議你做 所謂的半筋肉熔乳 他可以在上胸有多一層覆蓋哦 現在還有一個特殊的族群 是其實現代人都很喜歡做 上身的健力運動 這個時候你的胸肌在特別會練得特別大塊 在胸肌過度強壯之下 多半我們還是會建議你做 所謂的筋膜下熔乳 但其實這個是一個一體兩面的問題 你很有可能把胸肌練得很大 然後結果你放一個熔乳在裡面 看起來很像胸肌感 也看起來沒有很美觀 而且你舉手投足還會跟著他一起活動 都不是太美觀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假定你今天放在筋膜下 我們還是會建議你的體脂肪不要太低 這樣子才不會變成說 就是一個皮膚包覆著一個活動的感覺 不過整體優缺點考量下來 再強力健身運動的這個族群 黃醫師還是認為 他應該要放置在筋膜下就好了 畢竟他上身的運動 是他很重要的一個活動關鍵 我們還是把肌肉本身做最大量的保留 我們只要把這個果凍放在筋膜下沉 讓你練得很強壯 體質很瘦 胸部又很大 那這個豈不是一個多管齊下的好方法嗎 所以經過這一集 到底你的切口溶乳要從哪裡進去 還有自放在哪一個層次 多半都要考量你的 生活習慣 乳房純粹度 還有皮膚的鬆緊度 還有你希望放置你傷口的位置 整體來說其實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還是要再三強調 沒有100分的切口 沒有100分的位置 只有最適合你的溶乳醫師 所以歡迎你來找黃醫師去做各項的討論 黃醫師會詳細的 根據你的狀況 量身幫你訂製 合適你的切口位置 以及自放的位置喔 經過這一集的講解 不曉得大家對於熔乳手術果凍 自放的層次有沒有更加了解了呢? 黃醫師還是要再次強調 只有最適合你的層次 而沒有100分的層次 所以如果大家對自放層次有問題 還是歡迎大家到整間 親自找黃醫師諮詢 黃醫師才可以給你最適合的答案喔 本就很好 多少 按一下 按一下 這 resilient 按一下